好的 Everybody 這段影片是要跟大家講一下 我上課的PowerPoint裡面 一道立體 那這個上課內容 主要還是以那一本課本為主 那我PowerPoint上面有一些立體 因為那個是前一個學期 我自己 弄的一個立體 那這個立體的上課 如果有時間的會提 那如果沒有時間我就直接就跳過 OK 那這個那因為上課是沒有時間講的 但我覺得我可以額外錄一些影片 跟你們講一下 這個上課投影片那個上面的一些立體 OK 那其實我覺得 這可以讓各位多一個多一個複習的機會 OK 好的 多多熟悉一下一些一些topic 好的 那這個 這個投影片上面那個題目是這樣子的 這個它給了一個這個 這個時刻厚度呢 跟時間的一個關係式 那時刻厚度就是d OK 然後單位也是micrometer OK 然後這個公式裡面的t是代表秒 OK second 然後那這公式寫成這樣的 d等於16.2-16.2乘上呢 Explanetial-0.021t次方 OK 那它這個第一題問啦 那這個公式寫成這樣子 那這個裡面這個數字呢 16.2跟0.021的單位是多少呢 那這邊呢 我是跟各位強調一下 這個 unit把它圈起來齁 為什麼特別把它圈起來呢 因為那個前幾個禮拜 或是前幾檔課 我跟各位提過齁 這兩個字呢 是不一樣的 dimension跟unit 這兩個這個字的意思是不一樣的 OK 一個是音次一個是單位齁 不要把這兩個字給 覺得它們兩個字是代表一樣意思齁 不一樣齁 dimension是dimension unit是unit dimension是指音次 那unit是單位 單位是表達音次的一種方式 OK 那dimension是指這個音次 比如說長度啊 質量啊 時間啊 然後 然後溫度 然後還有什麼呢 還有more 數量 OK 這兩個東西是不一樣的 如果這一題它問你是 問你是 問dimension是多少 那答案又不一樣齁 OK 要記得 unit跟dimension這兩個字是不一樣的 好的 OK 那這個我們話不多說啦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unit 這兩個數字的unit是多少呢 這其實就是用你有音次的一致性啊 那你音次的一致性告訴你呢 這個等號兩邊 一個物理公司的等號兩邊的音次呢 是要一樣的 OK 那等號左邊的音次 第一的音次是長度 OK 那單位呢 是 單位是 micrometer 那這等號右邊呢 它的音次也一定是長度啦 那通常在沒有什麼特別的 特別的狀況下 這個等號兩邊單位呢 應該也是 應該是要一樣的 OK 沒有很少人會左邊那個單位 跟右邊那個單位 不一樣 很少人會做這種事情的 所以呢 因次一樣 其實就是有點暗示 其實也暗示了 這等號兩邊的單位呢 是要一樣的 OK 好的 那所以呢 這個 然後因次一樣呢 才能相加減 所以這個16.2呢 這個單位呢 也一定是 micrometer 然後呢 這個16.2乘上 exponential-0.021t 這一大圖東西 那單位也一定是 micrometer OK 好的 那這個前幾堂課 我跟各位強調過 如果你看到一個物理公式裡面呢 有一個log裡面一堆挖歌 然後exponential裡面一堆挖歌 OK 這個挖歌都是沒有單位的 dimensionless OK 那這個沒有單位的東西 被這個log函數吃掉 或是被這個指數函數吃掉 吃完之後呢 這還是一個 還是dimensionless OK 這個 這兩個本身也是dimensionless OK log 那我可能再多表示一點好了 exponential-0.021t 都是dimensionless OK 所以呢 這個公式呢 我們如果很龜毛的一直往下寫 就是這樣子啦 這東西呢 是沒有單位 dimensionless OK 那這裡面這個東西也一樣沒有單位 Dimensionless Dimensionless OK 好的 那這樣啦 那因為那個題目已經跟我們講了 這個t的單位是秒 OK 那0.021的單位必須是多少呢 0.021的單位 這單位必須是多少呢 那單位一定要是秒分之一嘛 OK 因為它秒分之一呢 乘上這個時間的秒呢 它才會變成沒有單位嘛 OK 所以呢 這兩個第一小題呢 就圓滿的解決啦 那第二小題它是問說呢 if we change the units to inch and minutes what the formula will be 那說這個公式呢 這個物理公式呢 如果它的單位也換了 比如說那個長度的單位呢 我們把它從micrometer換成inch 換成寸 然後這個時間單位從second 換成minute 那這整個公式會長什麼樣子呢 其實這種公式因為 這種公式因為單位的改變而面貌改 這個其實是蠻常見的 在工程計算裡面很常見 OK 所以這種也是很常見的一道 很常用的一個東西啦 OK 這單位的 就是把這個公式把一個單位換到另外一個單位去 這很常見 OK 好的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看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第一小題要對這個 這兩個數字做單位 啊 單位分析的一個原因啦 OK 好的 首先我們第一個看 16.2的單位呢 是 我們第一題有講過 16.2的單位是micrometer OK 好的 那micrometer呢 那這個長度呢 我們必須要把它換成 啊 把它換成多少呢 把它換成inch 換成寸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基礎的單位換算表 這單位換算表 我們查一下 就是Ironing節點上面附入那兩個簡易的單位換算表 其中一頁呢 我們查一下一個meter是等於 一個meter是等於39.37inch OK好的 我們查到一個meter等於39.37inch 好了 那這就表示什麼呢 那我們就把這個micrometer是等於多少 10的-6次方meter嘛 對不對 然後1meter又等於39.37inch OK 這是第一步 OK 所以說你這個16.2呢 你這個16.2呢 如果要把micrometer換成inch的話 你那個16.2還要再乘以 16.2還要再乘以後面這一坨東西 那16.2還要再乘以後面這一坨東西 那16.2還要再乘以這個東西呢 你才可以換成inch OK 那沒關係 我們先寫著 我們等於最後再一起把它寫出來就好了 那這個0.021呢 0.021的單位是多少 秒分之一嘛 秒分之一嘛 OK 那這個秒分之一啊 秒分之一呢 那我們要換成什麼 我們要換成分钟 1秒等於多少分鐘呢 60分之一分鐘吧 對不對 1分鐘60秒嘛 所以1秒等於60分之一分鐘嘛 所以變成1minute分之60哦 OK 那所以就跟我們 所以就是跟我們說啊 如果你這個0.021啊 0.021這個數字啊 那單位是second分之一 如果它這個second分之一 要換成分钟分之一的話呢 你必須要把這個0.021呢 再乘以60 然後把0.021再乘以60 你這個單位才會從second分之一呢 換成minutes分之一 OK 好的 那所以呢 我們就把它一起寫下來吧 那所以說這公式呢 嗯 最後呢 嗯 怎麼寫會比較好呢 0.021 嗯 我們寫一下啊 16.2 16 16 然後 micrometer 等於16.2 乘上 10的負6 乘上39.37 然後 each 然後 0.021 second分之一等於0.021 乘上 minutes分之60 OK OK 等於 OK 好的 那我們計算機按一下 那所以我們就把計算機按一下 按一按 6.2 乘上 6.2 乘上39.37 注意 1 1 2 3 4 5 6.38 乘上 4 4 6.38 乘上 4 6.38 乘上 乘上 4 OK 好的 那我們把這兩個結果合併 我們最後得到的物理公式 這公式如果單位換了就會等於6.38乘10的負4 8 6.38 設施的負4 然後 exponential 減到1.26 t ok 然後這個 d的單位 是 each 然後 t的單位 是 minutes nsut OK 嗎 這就是基本的而手段地的また次數個 verdadeil 和因此一致性 合在一起 希望大家可以稍微熟悉一下 這種東西之後在很多專業科目是非常常見的 這東西是逃不掉的 這個影片就先介紹到這裡 有問題可以下課時間來問我 或是記憶沒有問我都可以